就是說這個施明德跟宋楚瑜呢 背後呢還有一個引武者 在這中間呢 希望能夠發揮力量的人呢 就是李登輝 可是呢今天呢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呢 李登輝方面呢 似乎對這個消息存疑 而且有否認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連線記者林玉喬 玉喬 好的 觀眾 針對市有媒體報導 前總統李登輝 為了達成在明年2012大選 砌碼寶台的目的 因此呢傳出 李登輝呢 是居中協調的 包括宋楚瑜跟施明德 要一起聯繫來參選 2012的總統大選 不過對於這樣的傳聞呢 李登輝在剛剛稍早是 完全否認 我們來聽聽看李登輝的 最新說法 初瑜會市民調 這樣兩個跟做會還算 我不知道耶 這台語我都不知道 你說市民調 我不會再去拚就拚了 怎麼 怎麼你覺得第三世的 有可能 現在有可能的恐懼 第三世的什麼意思 我就不知道 意思 說放開人 做野戶 副手 副手 我沒可能 有什麼 那個 蓬海人 這是 副英文 可能是希望 這個 蓬海人做野副手 但是看起來 這是他的第一 流先的條件 但是 這不可能 對不對 除了傳出這個主導第三勢力的議題之外呢 其實在之前呢 也曾經傳出喔 李登輝總統呢 前總李登輝是出手喔 來幫蔡英文來幫 這個蔡英文喬蓬 蓬海南來出任蔡英文的副手 不過對於這樣的一個傳言呢 李登輝剛剛也是這個否認了 他經過這個8月20號 跟這個蓬海南談過之後 他親口表示喔 李登輝親口表示 他覺得蔡英文應該要立命人選了 蓬海南這樣的人選 來當他的副手 已經是不可能了 以上就是一種情況 把鏡頭交換給 鳳麗主播